女人这样对你说明是在玩你 一 像普通朋友一样 恋人之所以叫恋人 就是因为这种关系要比普通的朋友要亲密得多 恋人可以说是一个人的家人 如果在两个人恋爱的时候 女方和你关系还是和普通朋友一样 有时候你主动提出约会 她也总是拒绝 有时候好几天都见不上一次面 这样的女人必定是不爱你的 二 一味索取 爱情从来都不是一个人单独付出就可以维持下去的 婚姻更是如此 如果女人在和你交往的时候 只是一味的索取 从来都不愿意付出 哪怕一丝一毫 那么说明她从来没有和你一起走到最后的打算 她可能只是把你当作一个暂时的心灵危机 或者说只是把你当成钱袋子而已 三 不告诉朋友你的存在 女人都是虚荣的 当她找到一个自己深爱男人的时候 她一定会像小孩子一样 向她朋友们炫耀 告诉他们自己有了值得自己深爱一生的男人 如果一个女人根本不向朋友提起你 也不愿意接触你的朋友 那么说明她只是在和你玩玩而已 四 不愿意和你亲密 上面说了 两个人之所以叫恋人 就是因为她比普通朋友亲密很多 女人都是爱干净的 她是绝对不会愿意和自己不爱的男人亲密接触 当然一些随便的女人咱们忽略不计 如果一个女人不愿意和你亲密接触 甚至对你的行为感到厌恶 那么说明她真的不爱你